我好像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老板秘书给我们开总结会 我同事递给我一个口香糖 我不小心吐了个泡泡 李琳汤 啊 你干什么呢 你啥我啥也没干啊 你站起来 啊 站起来 不是咋的语秘 开完会跟我去签罚单 完了被坑了 以后开会别吃你的破口香糖 赶紧吐了 呸 这可咋办啊 而后我一直跟着他 准备找机会把口香糖拿下来 你有什么事吗 没啥事 下班了吗 他好像误会我了 下班了 好尴尬啊 当我决定放手一搏的时候 我正想跟他解释一下 呦 好